如何停止胡思乱想 第五章 告别焦虑 期待最好的未来 忧虑绝不会化解明天的不幸 它只会夺走今天的快乐 李奥F.布斯卡利亚 Lef.布斯卡利亚 思维方式决定着生活方式 当我们透过乐观主义的镜头 看待这个世界 或毫无畏惧地处理新问题时 我们往往会对生活感到满意 人生从来不会是完美的 生活中哪怕是最悲剧的事故 往往也能得到控制 如果我们消极地看待这个世界 充满畏惧的形式 为所有可能发生的负面事情 烦忧不止 那么 负面的事情往往就会接踵而至 这仿佛有点自我实现预言 self-fulfilling-proficient的意味 当然 有人会说 担忧那些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是一种务实的态度 而不是消极主义 为最坏的情况做好准备 如果它没有发生 我们会惊喜万分 这样总比出问题时 我们猝不及防要好得多 难道不是吗 不 完全不是这样 因为用在担忧上的时间 精力和脑力 明明可以用来绘制更加美好的未来图景 本章将帮助你通过想象 未来导向的思维更积极 专注的行动 重新调整你的思维方向 激发大脑的GPS系统 为未来做好定位 当我们设想未来可能会发生的消极事件 大脑就会发射大量的Beta波 焦虑感就会加剧 即便不停设想最糟糕的状况 是大脑让你感觉安全的方法 但经常这样做的话 只会让你形成习惯性焦虑 未来导向的思维会激发Alpha波和多巴胺 是大脑甩掉焦虑的包袱 未来导向的思维和心智游移是不同的 心智游移是让思绪漫游到你曾经去过或经历过的 让你轻松快乐的场所或情景 未来导向的思维则是要求你积极地设想 你所期待发生的景象 通过有意识探讨什么样的未来是最美好的 你就会推动自己向那个方向前进 未来导向的思维会让你明确意图 动力十足 这样你在实现目标和克服困难的路途上会更加轻松 玛丽娜的故事说明了这一点 她正面临着人生中最大的挑战 就在这几个星期里 她可能要搬到法国巴黎 追逐成为IT项目经理的职业机会 但是 她现在非常焦虑 她交了一个男朋友 她和家人的关系也很密切 她忍不住反复思考 这个变动对她和男朋友及家人之间的关系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她出生在休斯敦 从来没有在休斯敦以外的地方居住过 更别提另一个国度了 她担心那个曾遭受了恐怖袭击 正在和政治动乱做斗争的城市 巴黎 还会发生点什么事情 她想打退堂股 却又无法忍受失去这个提升她IT事业和学习新技术的大好时机 尤其是在那么美丽的一个城市 一方面 她被自己的幻想弄得激动不已 在巴黎 塞纳河边散步 在小酒吧里和新朋友用法语交谈 享受傍晚的美好时光 游览博物馆 让自己沉浸在法国文化里 另一方面 她又设想出恐怖的场景 她正坐在小酒吧里或乘坐地铁 突然遭受恐怖袭击 她的想象力如此丰富 她完全沉浸在了想象带来的焦虑中 另外 她也担心干不好这份工作 是沿着可以追逐自己梦想的道路走 还是避开可能令她恐惧的事情 这两者在她内心搅起的巨大冲突 造成了身体上的疼痛 她的胸口经常疼痛 头也一直在疼 那黑色的恐惧 将她的阴影投向了她生活的方方面面 包括和男朋友及家人的关系 尽管她知道享受他们陪伴的日子 在一天天地减少 但她还是对这些她最真爱的人们咆哮 她甚至无法在夜间入眠 玛丽娜决定预约她的主治医生 主治医生诊断她是焦虑症 Anzitisarder 给她开了抗焦虑药和抗抑郁药 但是 这些药物让她感觉孤立无助 恶心呕吐 走路颤颤巍巍 主治医生安抚她 如果在三个星期内 这些症状没有减轻的话 她会开别的药物来抵消这些副作用 最终 她的身体得到了调整 她却发现自己出现了古怪的麻木感 仿佛她的情绪和感受被闷死在羽绒被子里 而且 她的脑子反应越来越慢了 玛丽娜急着找到能够替代药物的治疗方法 所以找到了我们 我们了解了她情绪上的痛苦 也向她保证 当她在为与挚爱的人离别做准备时 大脑其实可以成为她的盟友 她要做的事 对她进行再次训练 帮助她以积极而不是恐惧的心态 面对未来的生活 要开始测试了 我们让她列出她所知道的事实的清单 是关于发生危险的可能性和概率 她拿出一张纸 写到 一 巴黎已经被袭击了两次 大多数犯罪者已经被逮捕或者被杀死了 二 这个城市保持警戒状态 加强了安全措施 三 我的工作地点权性很高 将要居住的地方也是这样 当她回看她的清单时 发现自己受伤的机会很小 而这种意识抚慰了她 意图不停纠结于某些事情是否会发生 会让你厌烦不已 专注目标则会赋予你强大力量 大脑会适当地为你设定一个意图 例如 你是否注意到 一旦你决定购买某种型号的汽车 你就会随处见到这种车 仿佛是大脑想要通过 让你看到这么多人也在购买这种汽车来安抚你 让你觉得自己做出了明智的决定 一旦你设定了一个意图 大脑也以相同的方式来支持你的选择 玛丽娜认为她可以搬到法国巴黎 一旦她这么觉得 她就能以宽容的心态迎接新的体验 而这些体验可以推动她实现目标 比如 她遇到了一位同事 刚从巴黎工作回来 和她聊的全是在巴黎的美妙经历 因为同事给她提供的是巴黎安全防范措施的 第一手资讯 所以这次意外的碰面 帮助玛丽娜更加积极的看待到巴黎居住和工作的事情 她将乐观的迎接随之到来的冒险之旅 而这些经历 让她对美好的前景充满信心 而不是像一瓢冷水浇灭了她的热情 正面思考会让正性事件 positive vivance引发滚雪球效应 snowball effect 动机和激情 下一步就是激起玛丽娜的积极性和激情 这会促使大脑增加alpha波 减少beta波 从而让注意力像激光束一样聚焦 最后就能减轻焦虑 神经生物学家格拉德须特·Jerald Huther博士指出 当我们非常兴奋或者被某些事情深深打动的时候 大脑就会释放神经可塑性化学物质 neuroplastic muscle来帮助我们控制这种强烈的激情 而这种激情有助于我们解决问题 如赢得一场网球 创造一些让人惊叹的成绩 消极的心理复述 为了让玛丽娜更有安全感和勇气 追踪她的情感转变 对即将到来的冒险之旅 从开始的兴奋到之后的恐惧是非常重要的 起初 她不是很肯定 但经过我们的提醒后 她想到了 她的母亲得知这个重大消息 曾脱口而出 好好享受新工作之前有我们陪伴的日子吧 谁知道你还能不能回来 就这样 母亲一句强大的暗示刺中了她的心理 她像一根无形的刺 她每一次设想未来的时候 就会往里扎得更深 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评价就对人产生巨大的影响 这并不罕见 事实上 在部落文化里 如果一个巫师用胸腹骨指向你 就意味着你要遭遇灾祸 有时 骨头的一头是尖端 无时会对着她念一句让人离病或暴死的咒语 被施下如此强大巫术的人通常会崩溃 血压下降 心脏乱跳 死亡或在瞬间就完成 为什么 骨头真的被诅咒了吗 不 当然不是 我们的文化期待是可怕的 接受骨头咒语的人可能从小被灌输骨头被诅咒了的观念 并深信不疑 当我们亲近的人或权威人士做出消极宣言 而我们把这些话当作真理时 它会对我们的想象产生重大的影响 并且对付交感神经功能的关闭 身体中神经系统的全面崩溃 血压和心率降低到可能让人晕倒甚至死亡的程度极为敏感 反之亦然 巫师可以施行某种治疗法术或使用某种草药混合物当然都是无效的 然而却和他的有害咒语一样 产生了相应的效果 因为病人相信这些法术或草药具有这样的力量 玛丽娜的母亲无意间扮演了古老巫师的角色 念出了一句咒语 为了帮助玛丽娜 她的主治医生在无意间做出了同样的事情 医生告诉她患上了焦虑症 需要服用功效强大的药物 并向她暗示 她对自己没有半点控制力 只有药物才能控制她的负面情绪 有时当我们以为在提醒别人注意危险或告诫她现实一点时 其实就是在无意识给对方负面的心理暗示 下面是区分两者的方法 一个人的行为和负面结果之间的关联是接近一比一 如在开车 吃垃圾食物或做危险事情的时候 发短信提醒她存在危险隐患就越是重要 如果两者之间的关联不是一比一 向她强调负面结果将会发生的行为 只会让这种观念根植在她的大脑里 它会促使人们消极地看待他们的处境 如果我们过早地移植这种观念 负面思维就会引发自我实现预言效应 大脑听到负面宣言 为了有安全感 会开始演练悲观的未来场景 导致我们的行为越来越接近这样的目标 最终 糟糕的未来真的实现了 医生尤其要谨慎 一个患有高血压和高血糖的病人 存在心脏病发作的可能性 如果医生没有提供医疗协助或鼓励病人改变生活方式 那么就是玩忽职守 然而 病人对医生建议的理解 通常和医生的语气和措辞有关 如果他听到批评和威胁 就会感到不知所措和无助 大脑可能就会督促他撤离到防御和拒绝状态 如果他听到的是鼓励 特别是可以控制这种情况导致的后果 就会感到自己有能力 能够积极主动改变他的生活 有了正确的支持 这些都能变成现实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心理健康医生 如果医生不假思索地将处方单交给病人 却没有解释这些药物通常会给予他们帮助 也没有告诉他们自己有能力帮助自己 那么医生只是帮了倒忙而已 语言拥有强大的力量 尤其是从专业医护人员嘴巴里说出来的话 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事情 最新科学研究表明 在是否以及如何患上心理疾病上 很多因素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除了众所周知的因素 如营养不良和睡眠不足以外 其他原因还包括负面的心理状态和思维模式 乐趣和笑声的缺乏 以及对如何减少恐惧的教育的不足 凯利布罗根 凯利布罗根是一名内科医生 著有掌控思维Admin of Your Own一书 他的医学研究报告指出 有三大原因可能会导致焦虑 但都可以解决 第一个原因是炎症 它可能是由压力 含太多单一碳水化合物和糖分的饮食结构 运动不足或体内微生物失衡导致的 第二个是处方药和它们的副作用 如脑子变得糊涂了 最后是受医生和心理学家影响造成的情绪病态 在短时间内进行一些冥想 对大脑进行训练来形成新的思维方式 采取这些行动对你很有帮助 然而 医生对病人讲的只是焦虑症状 而不是造成问题的精神状态 在短期内 它们通常会让你感觉好一点 但治疗精神疾病的这种鸡尾酒 最终只会让它们感觉更糟 研究者兼解剖流行病 Anatomy from Epidemic一书的作者 罗伯特惠特克 Robert Whittaker 曾在一篇令人毛骨悚然的报道里揭露 城市里以药物为主要治疗手段的护理模式 如何加剧精神病的流行 最后使焦虑和反除思维等症状变得更加严重 他质问 我们在治疗过程中 是不是冒着将备受焦虑折磨的人 推向精神疾病深渊的风险 譬如 本二蛋类药物Benzodiazepine 通常会有反弹效果 加重患者的忧愁和焦虑 最终导致抑郁症 但是戒掉这类药物是极其困难的 对某些人来讲 心理疗法和抗抑郁药同样有效 但心理治疗是个漫长的过程 事实上 最新的关于抗焦虑治疗法和抗抑郁药的研究发现 因为安慰剂效应 80%的症状得到了减轻 就像消极暗示或反安慰剂效应 可以对我们的身心产生巨大影响 创造消极的未来导向思维一样 安慰剂效应在创造乐观的未来导向思维的同时 能够触发身体上的变化 对安慰剂效应做出积极回应的人 并不是在欺骗自己 她的确感觉好多了 因为安慰剂效应促使她进入一种 可以设想美好未来的精神状态 科学家至今未能准确地理解 这种作用是如何产生的 但研究已经再三表明 积极的未来导向思维和想象 确实可以激发身体中的愈合反应 影响体内的化学物质 肌肉变化和基因表达 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接受药物治疗 相反 药物治疗可以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宽慰 支持了我们自己的愈合工作 但是 善待身体惊人的愈合能力和恢复平衡的能力 是非常重要的 要弄清楚有多少愈合是归功于思维的能力 又有多少愈合是因为吃药发挥的作用 这是非常困难的 你的思维比你所知道的要强大得多 如果你要改变你的生活 甚至是你的健康 那么要做的通常是转变你的注意力 这也是我们和玛丽娜下一步将要做的事情 我们要用一种工具武装玛丽娜的头脑 引导她设想所能想到的最乐观的未来图景 哪怕是在感觉恐惧的时候 工具是什么 是问题 准确来说 是关于未来导向的问题 好的问题拥有强大的力量 差的问题只会产生更多的痛苦 因为大脑具有负面倾向 所以 在大部分时间里 我们总以否定的方式来询问自己 为什么我不能完成这个目标 为什么我要经历这些 这都是合理的问题 但询问多次就会将自己置于受害者的地位 执着于为什么我 这样的问题 只会刺激更多的负面思维 使人焦虑的问题 永远不会让你得到满意的答案 消极的问题铺设了这样的神经通路 让你成为负面思维的能手 简言之 你的大脑按照你的要求行事 玛丽娜陷入了对未来的问题 在自己的负面思维怪圈里 备受折磨 她觉得 只要将注意力集中在它们上面 就能控制它们 但她不知道 这种做法只会制造更多的焦虑 我们建议玛丽娜停止分析为什么我 这样的消极问题 尝试通过询问一下这些未来导向的问题 将注意力转移到解决方法上面 为了让自己觉得这次巴黎之行是安全的 我需要做些什么准备 为了在新工作里取得成就 我需要做些什么 在没有药物治疗的情况下 我该怎么做才能让自己感觉好一点 一旦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 她就可以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例如 通过视频聊天来解决和家人 男朋友分离的问题 时不时制定回家计划 邀请家人来看望她 如果她能想象和男朋友在巴黎这座光之城中 徜徉漫步是多么幸福 她就是在睡梦中也能笑出来 每一次开始焦虑的时候 玛丽娜应该用一句咒语来打断这些消极思想 我可以的 我是强大的 我可以让自己感觉舒适又安全 她学会在头脑里幻想美好的未来图景 并相信那些真的可以实现 她去了巴黎 很快就被这座城市的美丽迷住了 在巴黎 她见证了这座城市为免遭恐怖袭击所做的艰辛努力 三个月后 男朋友来看望她 她已经准备让她考虑是否愿意搬过来居住 这样她就可以长期在巴黎的公司工作了 未来定时 要成功解决问题的下一步是 来一场强悍的可视化的心理时间之旅 想象一旦目标实现了 你的未来将是怎样的场景 然后 去了解采取什么步骤才能实现目标 在有关临床催眠的描述里 未来定时Future Orientation 有时也被称为伟定时Future Orientation 在这个技能里 你设想自己在未来某一时刻顺利解决了此时困扰你的问题 想象自己在未来时刻的样子 说话的声音 穿着和行为 然后 想象自己逐渐变成这个人 透过她的双眼看东西 用她的耳朵听声音 以她的方式来思考 成功的未来 成了指导你采取正确步骤来实现那个未来的源泉 列举以下这些步骤 思考如何执行他们 这种聚焦于未来的做法会增强意愿 提高积极性 激发热情 整个过程如下 一 每天早晨阅读一些和你的目标有关的内容 激发你实现那个特定目标的积极性 找到灵感 你就能对未来产生积极的期待 并激发热情 写下某个未来的场景 通过记下目标 你就在意识里演练了一回这个未来 要坚持一段时间 当你设想在未来顺利地完成了目标 请在此时感受这股动力带来的兴奋感 留意激情如何在体内满样 在激情澎湃的时刻 你是不会感到焦虑的 二 接着 设定一个意图 让它带领你行动 实现你的目标 设想自己在努力地实现那个未来 现在执行第一个步骤 三 努力完成这个过程 培养自己的毅力 在长期努力中 你可能会感觉到厌倦 所以 你需要思考如何将奋斗的感觉延长 用三到四个步骤 概括从此刻到你期待的未来之间的路途 包括衡量标准和截止日期 使你在前进的轨道上不偏航 写下路途中可能会存在的障碍 回答这个问题 你要怎么做才能确保自己坚持完成这些步骤 四 通过在内心演练的方式 探索你所想到的未来 不要抱怨你缺少什么 或你不能做些什么 相反 在脑海里设想每天再一点一点地完成那个终极目标 抓住象征着成功的每个细节 如果你的目标是写一本书 那就想象你捧着完成后的那本书的场景 如果你的目标是增强客户端负载均衡 那么想象自己如何开展询问和调查工作 五 回顾 记录完成每一个步骤的胜利日期 延迟满足的力量 增强了延迟满足的能力 你会提高实现任何目标的可能性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 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奥尔特米歇尔 Walter Michel和他的团队进行了一个棉花糖实验 研究者让一群年龄在4到5岁的孩子坐在桌子旁边 在每个孩子面前摆上一颗棉花糖 告诉他们可以马上吃掉 但是 研究者补充到 如果他们可以等待15分钟 等研究者完成一个小小的工作后 他就可以得到两颗棉花糖 很多小朋友立刻就吃掉这颗棉花糖 其他人尝试抵抗这个诱惑 但当他们一直看着棉花糖的时候 抵抗就变得越来越弱 随后研究者给孩子们提供摆脱内心矛盾的心理策略 比如引导他们想象有个相框 中间是空的 围住棉花糖 让它看上去像一张照片 而不是食物 运用这种方法的孩子 比没有运用的孩子更耐心地等待 最后获得了第二颗棉花糖 这个研究表明 自控力是可以培养的 之后的研究 跟踪了孩子们的一生的发展情况 这些研究发现 延迟满足或通过大脑训练 让自己更自律的孩子的set成绩更好 滥用药物的倾向较低 患肥胖症的可能性较低 控制压力的能力更强 社交技能更好 他们在处理生活问题上 通常没有那么多的忧虑和挣扎 脑部扫描结果显示 这些人负责解决问题的那部分大脑区域更活跃 那些能够等待的孩子 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反应焦虑就会减少 通过大脑训练让自己变得更加自律 他们成年之后也会获得更多的成就 现在就来试试吧 想一件让你焦虑的事情 在心理上将它变成一张精致的图片 用一个像框中间是空的围住它 在心理屏幕上将它最小化 放置在你的想象空间的右下方 留意焦虑是怎么消失的 通过将焦虑变小 你就能将它从事情上剥落下来 你所想的内容会改变大脑状态 例如你将注意力放在资金不足的问题上 可能会产生忧虑和逃避的心态 于是你尝试着将钱从这个账户移到另一个账户 或挣更多的钱来让自己感觉好受一些 但是如果你的逃跑 搏斗或者僵住不动反应过度 你可能会将问题归咎于别人 或冲动地卖掉你的汽车 或者去借高利贷 从而让自己背负更多的债务 你可能会处于将助的状态 逃避眼前的问题 让焦虑继续恶化 或者你可以尝试我们之前讨论过的方式 让自己平静下来 然后找出合适的解决方案 大脑状态可以决定和转变心理内容 表现出自控力的孩子 能够融合不同的人生规则 换句话说 自控力给你带来更多的自由 因为你选择的那些方法 更能够解决问题 限制性信念 不幸的是 哪怕是自控力很强的人 都有可能遇上限制性信念 Limiting Beliefs 一种关于世界如何运转的信念 可以限制他们的自由 阻碍信心 毅力和积极性的激发 让他们长期处于焦虑状态 抑制潜力地发挥 这些信念通常都是无意识的 但却可以成为你人生的阻碍 除非你将它们识别并清楚 在绝大部分时间里 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 察觉阻碍你成为理想自我的信念 是非常重要的 你该如何意识到 哪些信念是无意识的 它们可能会以个人生活准则的形式出现 例如 你看中的一条准则是 你不应该迟到 尽管早点出发和设想 你有可能因道路建设一类的事情 单个的做法非常有用 但有时你会遇上一些不可预测的阻碍 最终导致你迟到 凡事都有例外的认识 也是很重要的 这样的话 当例外发生时 你就不会焦虑地发狂 或者胡思乱想 信念体系结构 你不满六岁的时候 家庭规则和模式会以滋事 声调 笑声 愤怒的声音 以及父母亲相互凝视和说话的方式等形式 被你的无意识吸纳 成为你的生活准则 将整个家庭融为一体的基本条件 是它们的价值观 伦理观 解决矛盾的办法 爱和情感的表达方式 以及信任和诚实 而这些会成为你意识的一部分 当你长大了一点 开始认识家庭以外的世界 你的家庭规范和家庭观念 以及你对它们的理解决定着你的快乐方式 决定着你与食物 男人 女人 宠物 以及你自己的灵性之间的关系 你深受所有因素的影响 它们共同形成了你的信念体系的结构 这个脚手架 Scaffolding影响你所做的每一个决定 和你所构建的每一个理念 并在是否会诱发你的焦虑情绪上 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 如果我们知道到哪里去观察它们的话 就会发现 我们的限制性信念 以不同的方式来显露自己 它们通常会导致恐惧 焦虑 不耐烦和挫败感的产生 也是我们内在批评 Inner Critic的来源 如果你将内在批评的内容写下来 通常会发现 你已经背负着它们走了很长一段时间 极可能从儿时就开始了 支撑你限制性信念大厦的三大支柱之一 是你的生物构成 Biological Wiring 它是在幼儿时就有表现的一种倾向 外向或内向 外向的人通过和别人在一起 给自己增加能量 而内向的人则是通过独处 外向者的限制性信念可能是不要一个人待着 而且独处会让他很不舒适 内向者则恰好相反 他们难以和别人一起完成某个目标 第二根柱子是你的心态 或是你的心理状态 如我们所证实的 你的乐观或悲观程度 以及你对自己和世界的信任 决定这事件是如何影响你的人生的 甚至可以影响已经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 第三根柱子是你内在的默认状态 以及附带的情绪 思想 态度和行为 相信自己有能力完成决心要做的事情 是你走向成功的一大促进因素 信心 自我肯定 快乐 这些心理状态将会推动你大步向前 勇于冒险 比如说 在整个孩童时代 你一直被这样告知 你一定不能得到你想要的如果你练习未来导向的思维方式 确信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很快乐 富有热情 坚持不懈 那么 你很快就会发现 那句话是错误的 因为这个过程让你知道 拥有足够的数据 时间 支持和资源能让你完成任何目标 为了使自己的人生不同反响 你可能需要构建一种新的生活模式 接下来的故事将向你讲述 一个年轻人如何通过支撑起积极态度 勇气和毅力的柱子 拒绝他人强加给自己的限制性信念 大脑的超能力 设想 有一个男孩 他的父亲是一位驯马师 他很喜欢帮助他的父亲 工作得来不易 而且驯马为他们带来成就感 男孩和他的父亲 必须学会灵活变通 才能挣钱 所以他们经常要到 不同的城市去工作 在高中最后一年 老师要求孩子们 在一页纸上写下所梦想的未来 男孩写满了几页纸 他想要一个200英亩的马场 一幢占地4000平方英尺的住宅 其他建筑都围绕仓库和跑马道 他还在纸上设计出了马场 他放弃写他的作文 就将这几页纸交给了老师 两天之后 作业发了下来 他得了一个F 还有一句评语下课后来见我 孩子问他的作业有什么问题 老师回答 你的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 他永远都无法实现这样一个宏伟的目标 他竟是从这么卑微的起点出发的 如果他愿意重写作业 关注实实在在的梦想 那么老师可以考虑修改他的分数 孩子非常震惊和难过 问父亲他该怎么办 父亲说这是你的决定 但也强调这个决定 肯定会影响到他自己的未来 孩子思索了很长一段时间 他回到了学校 告诉老师 你保留你的分数 我保留我的梦想 这个孩子就是蒙蒂罗伯茨 Monty Roberts 世界著名的马语者和畅销书作家 他最后也建成了那个200英亩的马场 通过保持那份一定会创造自己梦想的未来的信心 蒙蒂罗伯茨挑战了权威和老师的限制性信念 挑战你的信念 当你对未来感到焦虑或疑惑的时候 将你觉得自己无法完成或害怕尝试的事情 列个单子 询问自己这些事情是不是阻挡了你冒险的步伐 有多少机遇是因为现实的阻碍而错过的 又有多少是因为那些未被证实 自我强加的信念而遗漏的 现在请进行以下的练习 一 写下你想要进行训练的信念是哪些 这个训练将会升级你的思维软件 二 这些信念将会带你去何方 在脑海中设想这个场景 比如 我可以实现任何下定决心做的事情 或者未完成目标 我需要做的是制定几个行为步骤 收集所有的数据 三 想象坐在壁炉前 血液流向你的手和脚 重复这个过程 你的手暖和了 你的脚暖和了 最后你的心暖和了 坚持这样的想象 直到你的体温有了变化 四 专注改变你的生理状态 然后将你的脑波状态转变到Alpha波 更深的呼吸 将注意力集中到一个愉快的 能激发Alpha波的场景 你可能会进行二到三次深呼吸 让身体里所有的张力得到放松 问自己 我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我想做些什么 我的目标到底值不值得努力 我愿不愿意付出一切代价 来实现这个目标 付出和收获的比例是怎样的 记住 没有所谓的对错 但万事皆有风险 你的底线是 你正在追求的事情 可以给他人带来积极的影响 你随时都能改变自己的思想 五 现在请不停地重复这些话 我很平静 很放松 我可以没有焦虑地想象 我所期待的未来 我正朝着我最期待的未来前行 想象那些不值得你拥护的人 从你的头脑离开 腾出了空间 想象未来的自己给现在的你一个拥抱时 你就给自己一个拥抱 告诉自己 心有多大 舞台就有多大 既然你已经探索了未来导向的思维方式 让自己摆脱了限制性信念 现在就迈开最后一步 抑制焦虑 让我们创造美好的未来 现在就来试试吧 为了让你的人生变得美好 就不能让任何障碍阻挡在你和你的梦想之间 回答以下问题 但请遵循这个简单的规则 不要焦虑 创造完美的一天 1.你会在哪里醒来 2.你会和谁一起醒来 3.你的早餐有些什么 4.早上的时候 你会做些什么 5.你吃什么样的午餐 6.你会和谁共进午餐 7.下午的时候 你会做些什么 8.你会和谁在一起 9.你在世界的哪个地方 10.下午的时候 你会去见谁 或者你更喜欢独处 11.你在哪里吃晚餐 和谁一起 12.你如何度过你的夜晚 你会去哪里 13.你会以怎样的方式来结束这一天 14.你会在哪里入睡 和谁一起 问题的答案会凸显你所珍视的东西 并找出你人生中失衡的部分 当你在回答这些问题 并没有为他们感到焦虑时 你所渴望创造的未来 就会成为你奋斗的向导 最棒的一个月 写下你在一个月里想要完成的事情 既然你已经掌握了几种可以任意使用的消除焦虑法 那么你的清单里至少要包括少焦虑一项 好好想象一下 你最棒的一个月该是什么样子 将这些都写下来 哪怕你自己都不能确定能不能完成 有梦想的一年 在这一年里 你想要完成什么目标 你需要做些什么来实现有梦想的一年 你想去哪里 和谁一起 这是商业冒险 还是个人经历 将这些事项进行分类 1.个人 2.家庭 3.健康和运动 4.冒险活动 我们已经讨论过将未来形象化的力量 未来导向的问题 可以设定你内在的GPS定位系统 你每天都可以使用这些工具来为你导航 使向你梦想的未来 当你有意使用这些方法时 你就会关闭焦虑思维 激发热情和兴奋 对自己充满肯定 确信自己能够完成最期待的那个目标 现在 不要担忧那些还未发生的事情 但对自己的目标和行动计划 有非常明确的构想 真言 当你用积极期望代替焦虑情绪的时候 你就会对你的预想和计划了然于胸 就能创造你最期待的未来 下一章将会向你展示如何随意地打开和关闭某些情绪回路 Emotional Securities 如何通过练习来开启你内在的遥控装置 让你始终停留在正确的情绪频道上 章节已播完 感谢你收看 我是心灵之光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啊 让我们在下个视频里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订阅啊